那其實我高一的時候爸爸媽媽離婚之後我們就分養了 那其實就我跟爸爸住 那其實他自己很省 非常大非常非常節儉 那其實你在想他那個年代他也沒有本錢不節儉 養三個小孩了 真的他也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享受啦 但那個年代的人也沒有在享受 他的享受就是 去朋友家 看什麼你知道嗎 看那個低哥涼的冠天秀 然後就朋友泡茶 然後吃土豆 大概是他娛樂 我說那家裡 他會說誰要跟他去 都是我在陪他去啊 就是只有我回去 陪他跟他朋友的社交 親戚的朋友的都只有我回去 所以我爸的社交圈 都是我在參與跟維持 他大概45歲的時候 其實就他就已經診斷出來是肝陰化 而且肝癌這樣 那時候我還在那裡緊大 所以就是每個假日就回去啊 他會痛他其實心情一定不太好 所以其實當然就你還是要陪他聊天 然後聽他講講講話這樣 或是打電話請他朋友來跟他聊天 從發現到死亡其實大概就是大概 九個月吧 我畢業前他就過辭了 所以我的畢業典禮 家裡也沒有人家裡 想念其實我想他一直都知道 因為每年我其實都會回去看他 我都會告訴他 但是那時候就寫了一篇文章 然後就告訴爸 老爸我對你有交代了 那你就是可以安心的 我完成了這個學業 然後拿到我家裡第一個鎖屍了 然後那時候剛好妹妹也結婚了 那時候也買了房子給妹妹 就說爸爸你交代我的事我都有完成 我父親過世之後留了很 我有留一些他這些東西當紀念品 但是慢慢的這些紀念品就不見了 但其實我很害怕有一天我忘記他 因為你會覺得好像什麼事都開始忘記了 所以我就把我的FV的生日設成我父親的生日 然後大家會提起我爸生日 因為大家會祝我生日快樂 對我來講這是 記住我父親的一個方式 因為你很怕有一天你會忘記他 我只希望他能夠停留久一點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